大型老师 孔子新教活动迈入第五届 7月12日在市大林口校区举办下乡客服分享会 来自两岸四地21所大学的296位学生 完成第一阶段台湾地区天乡客服后 共同回忆这七天六夜来的收获 许多人都感动落泪 台湾大校长张国恩表示 主办孔子新教是希望学生能效法至圣牵师 有教无类的精神 必体现对服务的热忱 学习团队合作并且向服务的学校学习 透过影片歌曲和舞蹈 可以看到各小队学生 本着传承爱与希望的活动宗旨 到五个地方 过程中充满感动 感染这些人 感染他所需要的传递 他所需要的理想 正像我们所做的那样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我们的教学 第二阶段演讲于7月16日展开 届时师大学生回到大陆 和内蒙古等地的天月学校 进行8天7夜的客户 相爱散布的很多地方 校园记者罗亚轩 很喜欢报道 很喜欢报道